昨天晚上我讲江启成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点都不夸张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板 赖清德是一个恐怖分子 江启成是我们东四选出来最好的委员 对不对 对 所以他是三成的保护神 对抗恐怖分子 台中第八选区国民党立委候选江启成 今天早上在东四举办肇事大会 国民党副总的候选人赵少康大进场 上千人挥舞国旗声势浩大 但当赵少康上台演讲时 却把民间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讲成江启成 还说江启成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让一旁的台中市长卢秀苑急忙提醒是赖清德 最后赵少康才急忙改口 昨天晚上我讲江启成是台湾和平的恐怖分子 一点都不夸张 赖清德是一个恐怖分子 江启成是我们东四选出来最好的委员 对不对 对 有大伙帮忙提醒赵少康赶紧更正 是在说赖清德啦 但昨晚才在证监会上把会议讲成赖清德 今天再度口误了下台之后 赵少康也承认是他口误 提醒自己以后讲话要更加注意 讲话还要慢一点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板 他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 他是新北市最好的市长 所以才能大赢林家荣 46万票 他将来一定是一个最好的总统 刚刚有一个口误是吧 因为太气了 看到赖清德那个228平 居然叫做公寮 很难不生气了 所以刚有点口误 我再喊一次 侯友宇永远是我的老大 是我的老板 侯友宇永远是总统 我是副总统 当然是侯友宇 侯友是我心目中的扫黑英雄 我觉得都表现不错嘛 都这个中规中矩 我想该讲也都讲了 那我想表现都很好 也都很称职 所以我后来才会说 将来我们执政以后 也希望能够延览他们到政府来服务 可恶就应该扣20分 因为事先就很多人警告我 所以你是男生两个美的女士 你一定要很客气 一定要很幽默 一定要面带笑容等等 所以我已经尽量 事实上我基本上没有 没有对他们做什么攻击 我基本上彭琴都是赖清德 我赖清德才比较重要 因为很多赖清德是总统候选人 很多政策是他提出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